中天官網榮獲2010 金手指網路獎 網站綜合服務金獎 中天新聞娛樂在此全面展現 全球社群施進在此無限延伸 創新媒體 互動創意 最讚最推的網路影音品 臉書上最近有一位媽媽 她發起一個希望活動 因為她一歲兩個月大的女兒 突然被檢查出來 罹患了先天局限性心肌病變 現在急需要換新手術 才能夠保住一條命 不過現在的法令規定 三歲以下的幼兒不能夠宣判腦死 雖然妹妹已經在器官捐贈的名單上面 排到第一位 但是一直等不到捐新人 已經躺在病床上 靠著葉克膜撐了兩個月了 她剛滿一歲又兩天的時候 對啊 那前一天晚上她有活蹦亂跳 然後就突然 想到還躺在病床上 等著換新的小珍珍 媽媽不禁紅了眼眶 才一歲兩個月的女兒 打完疫苗才檢查出來 罹患局限性心肌病變 已經靠葉克膜撐了兩個月 但還是得靠心臟移植手術 才能保命 法令就規定說 三歲以下 小朋友不能判腦死 所以就算家長要捐贈的話 也很困難 所以導致三歲以下 小朋友要得到受惠的狀況 幾乎沒有 當然媽媽之後才覺得 沒有她不行 媽媽發起臉書活動 聲援小珍珍 短短兩天 已經有超過千人參加 臉書這一張張照片 都是小珍珍剛出生時 健康可愛的模樣 不過小珍珍現在因為心臟功能衰竭 手腳已經腫脹發黑 卻礙於我國現行法令 三歲以下不能宣判腦死 遲遲等不到 宣心人 根據目前器捐的相關規定 三歲以下幼兒捐薪 由家長同意向衛生署申請 還是可行 不放棄女兒生命中 唯一的一次機會 小珍珍跟爸媽都還在等待 總體新聞理事件陳奈宇 泰北報道